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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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來賓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臨Chia Space 今晚我們非常之盛會 多謝大家光臨 一個極具啟發性 以一期一會、茶香療遙、書香塗情為題的研討會 一同沉返我們的書房文化、茶 和現代生活的精神聯繫 我是今晚的詩姨 我叫Jeff 一個專為收藏家而設的 暫身強大的平台即將誕生 希望一個志同道合的人聚首一堂 分享、教導 傳承這些收藏品的美學和趣味 擦身無限的火花 今天我們就為大家帶來一個 可能被人遺忘 知道一點點 但又不是很清楚的題目 書房文化和茶藝的精神 事不宜遲 我很榮幸邀請我們今晚的主講嘉賓 首先我們有請 文化愛好者、茶藝專家楊智深老師 以及我們的嘉賓講者 文博軒的負責人 余文森小姐上台 這十年就比較少見到 因為我一直都在北京 應該大家都知道 在北京做甚麼呢? 其實今天這兩個小的標題 其實都是向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從三十年前在香港推廣這個茶藝化 然後到後來消失了一段時間 將自己的工作重新去評估和定位 我們在這個現代近代最重要的一個 人類生活改變整體起變化的工業革命 我們中國是沒有參加到的 所以我們只可以應用他們的結果 我們應用他們的結果 因為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還有都是 其實有一個我從小到大的心結 就是…因為我媽媽從小到大 就說總之香港不是中國 她是最早覺得香港和中國是沒有關係的一個… 在我幼小的時候 一個心靈受很大的打擊 就是她 她覺得這裡不是中國 她覺得這裡是一個異地 她會覺得我們住也不是這樣 我們穿也不是這樣吃也不是這樣用也不是這樣 那張床也不是這樣養 那些杯也不是這樣養 我回來了香港是沒有什麼錢的 但在大陸也是有小小的享受 那我一直探討到底我們作為一個現代的城市 我們承載到多少中國人的部分 當然有一些是精神上面 我們的孝道 我們的道德觀念 這個是精神 但其實我們在生活上 我們還可以有多少部分 跟我們傳統的一些美學可以接得上 日本的鄉道和中國的鄉道有什麼不同 最後我已經迎刑而隔 因為那一晚他們送了一些香檳 送了一隻碟給我 我每天都喝茶 我點了一口香 開著那個古琴的詩詩曲 我聽過他彈到現場 回家再回味一下 然後再喝一杯茶 然後再喝一杯茶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不只是這樣坐在茶道 我們可以完成一種… 我們身體上的追求 我自己很主動地一直看很多書 然後再去… 針對性地看一些書 最後給了我一個最好的答案 就是很多話 很多古話 他們以前的人就是這樣的 中國沒有單獨 今天我們只是去品香 明天我們只是去品茶 我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當時我想茶具做好之後 然後去推廣一個中國茶室 因為他們大陸有很多別墅 你有紅酒房 為何你不可以有茶室呢 但我發覺都不容易被人接受 原來發覺中國人 你只有一件事是不行的 我們都沒有這個傳統 我們沒有茶室這個傳統 我們在古華裡找不到任何證據 是有人單獨這間房子拿來喝茶的 我自己又再看了 看看… 炒了幾千張畫 現在方便 不用太追求質量 我只看公仔 網上可以看到 原來他那種書房 是工作用的 是工作用的 如果他未考到功名之前 那當然是簡陋一點的 因為他會逐一做的 後面有很多書 即是你要考試用的 如果他做了官之後 他就換到莫理想我了 一個大桌 後面有兩個小櫃子 然後他主要是 即是回去做辦公用的 但更多的一種書房的狀態 其實就有點像 應該是我們西方的棋居室 即是 它是 就是一張諾漢床 一個大暴風 前擺了一些花機、香機 一個櫃子、一張圓桌 一張圓桌 上面擺了一些擺件 甚至連駁股架也沒有 原來那個 其實就是 一說多一點 如果以前真的享受到 這種生活的人 他不會擺很多書 因為他書太多 你根本擺不到 他們一定有一個圖書館 在那裡管著 即是類似天一角 或者他的瓷器太多 他的字畫太多 一定在帳房裡管著 所以他沒有可能 像你看到那些 現在那些 其實書不多 玩不多 都堆出來的那些 這樣的書房 他沒有可能 他一定有一個很雅結的地方 然後他想看什麼東西 他想 最近我想看什麼書 哪個版本的書 我想看哪幾件瓷器 我想看哪幾幅畫 這樣帳房 幫他開單單 調出來 在我的生活裡面 或者在一個喝茶的生活裡面 它是很不同的 是什麼呢 因為茶具 茶具 它是一個比較小件的物件 它有一個鑑賞的價值之餘 它是可以在手上去混弄 譬如紫砂壺 我們會用手的油 來溫潤紫砂壺上面的泥 那個胎 瓷器 我們會用手來接觸它上面的表面 而感受它有一種好像肉的溫潤的感覺 除此之外 其實它是一種在我們使用的時候 它跟我們的手指是一種很親密的接觸 所以在這個茶器 我自己覺得收藏裡面 其實它跟我們的生活 是有一個很近的關係 它對比起其他一些收藏品的距離 是一個很不同 它會每天都在一個收藏 亦都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在一件茶器的鑑賞 我一般會用在三個點來看 一個就是點 一個就是線 一個就是面 一個就是面 點我會在一個茶具上面的 譬如一個弧柳 每一個弧柳 它從一個起點到一個 叫做末端的點 那個線 它所表達的流例和自然 它是怎樣來表達 每一個線的始點和起點 那個節奏都會有不同 在一個蓋碗上面 它那個圓 我們去看那個圓的線條 在一個線性的看法來說 就是那件的器物 它那個時間 線性就是代表著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就是這件器物 它由它出生到你 拿上手上面這個過程 它這個經歷 其實現代的茶具 它都有它自己的特點 亦是表現了現代的工藝師 現代的一些工藝師 一些心境的表達 而一種善性的表達 它是越長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它的器物 裡面有一種 泛有一種的光在裡面 來照射出去外界裡面 這張雖然是近代的畫 但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就是我所說的 真是讀書寫字的書房 它要放很多書 它沒有功名 它不停在佛抄 這件事是我經常覺得 現在失傳很可惜 其實我亦都開始做這件事 就是那些台衛以答 我們現在的紅木傢俬 其實以前都是有台衛以答 它這個台衛以答 是根據季節去換的 茶器來說 我們都是慢慢自己 才想回來的 它有武裝飾的 它有些是掃的 也有裝飾的 不外乎春夏秋冬 山水、雪景、花鳥魚蟲 另外一組就是 撤枝、撤枝連、百寶等等 其實這幾組 我一看完這些畫 我就豁然開朗了 如果你是素色的 這個就基本上比較複雜 如果你是有繪畫的 你有繪畫的話 如果它有季節的 那你就跟季節用 這樣花你還要有數足季節出來 我們今天要再次多謝我們的 楊志森老師和余文森小姐 帶給我們一個很豐富 又多知識的 書房文化、現代意義 和茶器的收藏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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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